民眾黨假帳怡雲還沒釐清 又被爆出民眾之聲的董內 竟然流盡了目渴 對此雖然民眾黨的副秘書長許甫 駁斥是內部閒聊沒有執行 但是假帳爭議持續延燒 今天許甫上節目也講到激動哽咽 但你才聽 我這樣直接講 我說我覺得李文中財務長 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非常非常大的責任 一個進種的財務長 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的 把所有的單據 直接交給會計師助理 甚至會計師 從不查核 這麼這麼大的疲漏 你就覺得說我付錢了事 就交給會計師就好 然後到回頭變成我們 要去危機處理的時候才發現 危機重重 到處都是問題 說也說不清 接著大家會開始看到 就是全民查帳 就是不管是 側翼或是敵對政員或誰 每一筆每一筆都有問題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要被迫一直回應 老實說因為我們信用破產 所以大家覺得每一筆都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講 好 好現在可以聽到徐福說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信用破產 因此大家都覺得每筆帳都有問題 被迫每天都要出來回應 講到機動出的時候 是還抬頭哽咽 也用衛生紙擦了擦眼淚 不過他也痛批時任的財務長 李文宗沒有負起責任 沒有把查帳確實導致風波 因此要負最大責任